如今老一辈球星纷纷老去,新生代球员不断涌现,比如东西奇,塔图木,字幕哥和布克等等,其中,年轻莫兰特也被视为未来的超级巨星。 今年的莫兰特不过只有22岁,在NBA打了三个赛季,但他表现却经营了全联盟,获得进步最快全员奖,并带队打出56胜26负的战绩,杀进旧赛次轮。 莫兰特常会赛场军贡献27.4分,5.7篮板6.7出攻,还入选全明星,最强二阵。 出色表现仍然他在今年出赛季,有可能收获一份5年2亿的肥约,可以想象,未来的莫兰特一定能取得更高成就。 小伙子的处在球场上春风得意外,在场下也堪称人是赢家。 很多球迷可能不知道,莫兰特18岁的时候就当爹了,他和前女友KK在大学的时候谈恋爱, 进入联盟之前就已经给他生下一个女儿。 尽管,特哥长得很漂亮,身材也很火辣,人还互为初恋。 但莫兰特自打进联盟后,心思就开始火落了。 早前,莫兰特狠心抛起了KK,转身恋上一位41岁的老阿姨约翰娜。 约翰娜是一位真人秀演员,尽管已经41岁,但身材却比卡拉山还要火辣。 这或许就是莫兰特不记忆两人19岁年龄差的主要原因。 那么,你如何评价莫兰特呢?